生死未补,范冰冰舍残未免灾,生死取决于高层较量 2018年6月,崔永元爆料演艺界阴阳合同,影艺圈乱象成为舆论焦点 影视大乱范冰冰失踪一段后,后花钱买平安,在侥幸近久一聚了后重新面世 但是,外界都以为范冰冰舍残免灾,以平安落地 其实,范冰冰仍被禁止出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崔永元并未因举报有功而被嘉奖 相反,也是官方打击目标,只是威胁来自幕后不同的势力 正如大陆女星一样,范冰冰从无名小卒到国际巨星 也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屈辱,难以摆脱演艺界的潜规则 范冰冰巧妙地辗转腾罗,在各种级别官员、导演的体写下 名利放收,范冰冰成为无数青春少女摩拜的偶像 但女影星在拳前中游泳,难免卷入中共高层的拳斗 会不小心掌握高官的把柄 这就是范冰冰处于危险之中的真正原因 崔永远爆料后,外界传习近平亲批省治娱乐圈 中共拿范冰冰开刀,杀鸡井猴,接鸡对影视圈割韭菜 榨取数以百亿的资金 对财政实际的中共来说,拿土豪分田地,是其惯用手段 范冰冰偷逃税数额如此之大,仍能用钱买自由 说明其背后靠山强硬 知情人士向博骏透露,范冰冰案处理的地点是有讲究的 国家税务总局名义上指定江苏省税务局管辖 但实际上这可以保护她的北京市 崔永远爆料开始,她曾对媒体表示 范冰冰,徐帆,刘雨林氏被误伤,并表示道歉 但是仍然不会放过刘振云与冯小刚 但崔永远明显低估了刘振云的实力 刘振云是河南省严金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县位农民日报社编委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青连委员,一级作家 但刘振云的弟弟可是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连跳两级省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刘晓云 也就是说崔永远者上的权势阶层中的 其中一位就是刘晓云 刘振云和范冰冰是什么关系? 网上传闻,刘振云曾为范冰冰 在郑州举办过谈会 刘晓云和公安部现任主要领导层道会捧场 范冰冰正是因为这层关系 才得以在习近平批示下 全身而退 但是事难料 范冰冰因为指导的太多 中共最高层一直想从他那里得到政敌的把柄 他是否已经配合?如果配合了 那些有把柄 在他手里的人会放过他吗? 范冰冰玩得转眼一圈 但玩不转政治圈 10月7日 江苏税务局官网曝光了对范冰冰公司的最新处罚结果 里面涉及到一项新罪名 需开增值税发票 这个罪名比范冰冰死前逃税要严重得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37条 违反本办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需开发票 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需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 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需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 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05条 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需开用鱼片取出口退税 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需开的税款数额较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需开的税款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需开的税款数额较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需开的税款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税法规定 需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 属于需开的税款数额巨大 而范冰冰涉及的金额 应该远远不止50万 尽管范冰冰经纪人 穆小光是该事件的直接负责人 负责公司的财务 目前已被刑拘 可范冰冰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的主管人员能拖得了关系吗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问题 范冰冰偷逃税可以因首单免罚 但需开专用发票 最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这次范冰冰还能全身而退吗 估计很难 连台媒也报道称 目前还要进一步调查清楚 范冰冰现在还不算安全脱险 一旦范冰冰的无心美涛 嘉义影视文化工作室 或其他投资或控股公司 涉嫌需开专用发票犯罪被查实 范冰冰将负刑事责任 甚至被判处最高刑 无期徒刑 范冰冰还能再次成功脱逃吗 难说 在中国 法律只是个刀把子 沙瓜存留关键取决于法律背后 掌握刀把子的人 中共高层男人的脚梁 得犯差马软 asser 稍后 咪